今天是6月1日國際兒童節 這一天固然是小朋友的大日子 可以名正言順地叫父母買玩具 不過同時都是成年人合法做小朋友的節日 就算不放假也可以玩夠本 為自己的快樂埋單 享受做回兒童的快樂 例如近日大陸爆紅的電動傻丫 就有不少大人專門買快餐店的兒童餐來換購 異童節前夕,也就是上個月26日 韓州創意城小學門口 就為24校爸爸拉近鄰居 一起扮鹹蛋超人接兒子女放學 這類肥瘦組合剛出現在校門外 整年都全場空洞 忍到放學的小朋友,個個偉沙過來 連在場的家長都忍不住拿手機來拍照 鹹蛋超人都好會做 即場派堂和送小禮物 這位扮鹹蛋超人的家長黃先生透露 他這樣做是為了給兒童一個兒童節驚喜 真的聽到都覺得很幸福 有大人想反怒頑童,誰沒做過BB 而這個世界上總有人願意把你寵成小朋友 換起你心底最溫暖的記憶 有南地大學三年級學生向內媒透露 老師在兒童節當日拿了一大包棒棒糖 派給全班 直言,老師還把他們當小朋友那麼貪 令大家都覺得很驚喜,很感動 都有大學老師選擇以小紅花貼紙來獎禮學生 就像重返幼年上學時光一樣 學生人手一張貼紙 他們個個都忍不住拍照留念 觀眾朋友,你們今天又過得怎樣 祝大家兒童節快樂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